这是这六四八一斤的食的头咸菜 这一个是饭那种 就得六块钱左右 哇塞 这一个咸菜两百多块钱 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这个盐子时间成本也高 最主要的吧 是这个咸菜 全是有香又腿又味道香味 非常的好吃 这咸菜腌了多久啊 都是腌子三年一长的 要腌三年 里边都是用什么腌的呢 就是用花椒 香椰 还有其他四季种大料 我们这个酱油也是黄豆银鸡酱油 几乎就是半年换一次 半年还得换一次料 对 颜色三年吧 相当于换六次 老板 你们这一缸子有多重啊 这一缸子是八个斤仙菜 一缸就得五万块 差不多吧 你们这现场有多少个 这边差不多有个七八十口 然后在屋里边那边是成品的仙菜 还有个了三十口 差不多一百口过有了 哇 这就是一个小木标接近啊 小妹妹 小妹妹 这咸菜一般都什么人吃呢 一般都是那种比较有景色的 一般在香味族的话 也可以吃每个四半年 其实颜色是比较狠断的 哦 这个咸菜相对还是比较咸嘛 有咸 有腿 有香 它又不一样香味 脆香味 一般普通的咸菜是一个平衡的 那就是我们换下来的酱油哈 你看看这边有多酸啊 得一倍一倍通通哈 这种酱油吧就不要了 换下来之后不要了就要处理掉了 有点回收吗 就完整处理了 它都是汉堡盖开始用的酱油 你看看 确实 确实是 确实是把一定的柿子土咸菜哈 再炒上什么味哈 哦 这个直接吃就行了 直接吃就行了 咸不咸呢 咸肯定是咸 不咸那叫咸菜嘛 有道理 但是它在咸之味哈 又咸又香 但是其他的咸菜说不具有的 我听着你咬起来听着很脆 嗯 咱们会 它就是这个柿子土咸菜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以脆为主 嗯 又脆又香